富二代照理说荷包应该是满满的 但为什么还用这样的方式 仙人跳来诈裁 这一位电子贸易公司的林姓小开 家里住在信义区的豪宅 出入是用百万名车来逮捕 但是他想赚钱想过了头而犯了法 他居然先设计酒店妹被仙人跳 勒索对方一百多万元 接着又谎称自己是黑道大哥 就逼迫着酒店妹一块帮他设计别人 而受害男子居然全部都是主嫌以前的同学 诈骗金额还高达一千八百多万 这是酒店妹啊 对这是酒店妹 一名身材火辣的酒店妹 从容的走进无人银行 不过手里的提款卡 全是被仙人跳的男客人的 原来这名酒店妹 居然被一名富二代小开 先设计仙人跳 自局迫于无奈也加入诈骗行列 被移送的年轻男子 就是整起案件的主嫌 他也是富二代小开 今年六月他先设计林姓酒店妹被仙人跳 对方因为拿不出钱 只好也跟着他设计别人 警方调查发现 主嫌到处自称黑道大哥恐吓别人 受害男子有医师也有工程师 被骗金额动辄上百万元 而且他们全是嫌犯的昔日同学 他的爸爸是电子贸易公司的老板 家里面非常有钱 然后他对赚钱这个部分 蛮有生意头脑 可以利用买卖名车之间赚起仲介费用 林姓富二代爸爸是电子贸易公司老板 家里住在信义区豪宅 出门也都是百万名车代步 生活奢侈 不过贪心的林姓小开 想赚钱过了头 最后的发财梦 终究还是一场空 记者张艺人王清玉 新北报道